根据国家广东省的统一部署 深圳最近已经为重点人群启动接种工作 昨天 三类符合条件的深圳出国人员 也开始自行到社康免费预约接种新冠疫苗了 张先生预约了早上8点半的接种时间 在填写完健康状况问卷后 工作人员查看了他的身份证 护照 签证以及健康码 张先生也成为了这次开放预约南山区首位接种的市民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有没有感冒发烧 没有 吃早餐了吧 吃早餐 有没有什么遗传病在家里 没有 好的 打完针请你观察半个钟 好的 这个首一周之内不能做集电运动 有什么不舒服 即使跟我们联系 好的 好的 打完疫苗后 市民需要在接种点留关30分钟 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 而从接种当天起 市民还要连续7天在健康深圳微信公众号上 上报健康信息 当天上午7点半 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戴着口罩 在预防接种门诊有序排队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了取号 健康询问 预检分诊 信息登记等 在确认身体健康适合接种后开始接种 完成接种后 在留关区观察30分钟 无不良反应方可离开 整个过程平稳有序 我是从事运输工作的 然后今天接到单位的通知 过来接种新冠疫苗 然后这边打的流程也挺快 一下子就打完了 然后现在留关10分钟左右 然后我的反应也没什么反应 感觉还挺好的 按照国家和省相关工作部署 我是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城市分开口案优先 保证重点应接进阶 依法有序 规范接种的工作原则开展 首批重点接种人群包括医疗卫生人员 进口冷链检疫人员 交通运输从业人员 公安民警等 接种对象年龄在18至59岁之间 需接种两剂次 12月28号 记者在疫苗接种点之一的 嘉基镇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 首批符合条件报名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陆续来到这里 经过健康询问 测量体温 信息登记等前期接种流程后 因此接受疫苗注射 我们熊海市首批的新冠疫苗六星人份已经到位 我们将安排在12个接种点进去接种 将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部分重点人群的接种流程 为做好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我是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和相关技术方案 开展重点人群调查摸底 规范做好疫苗冷链储存及出入库管理 对相关接种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确保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据悉 我是此次新冠疫苗接种对象 除首批相关行业人员外 还包括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 社区工作者 以及水 电 暖 煤 气 通讯等相关工作人员 约2万人 共分3批次接种 2021年2月5号前完成所有重点人群 全部两帧计的接种任务